佩儀 佩儀有一個還沒講 妳曾被大牌女星刺傷過 然後之後妳就發誓 一定要紅這樣 請問這位大牌女星 現在還在線上嗎 還在 還在 OK 對 現在還有在演嗎 演蠻久的了 然後現在又出來了 是很漂亮那一型的 很漂亮很漂亮 那她怎麼刺傷妳 她也是會覺得是說 怎麼講呢 就是 因為那時候我跟妳也是剛出道 然後她的衣服是一套比一套漂亮 都有人贊助 那我都沒有 那我一集就四千塊 然後有的時候我都到那種安和 就是那種路邊攤六合一 不是六合夜市 那個什麼 士林夜市什麼通話街去買 那時候就會被嫌很難看 因為她的衣服都是那個 菲利亞什麼什麼 就是一套幾萬塊 那就相形之下 我就變成好像路邊攤的那種衣服 然後後來我有一次鼓出勇氣 我說妳可不可以介紹我一家 她就 她就 諷刺說妳哪有那個知名度什麼什麼的 其實她講的也沒有錯 可是那時候就很難過這樣子 對 那你就告訴自己 對 自己好好努力 只有自己努力 對 妳一定要紅 我跟你講 所以 路遙芝麻利 到最後誰最幸福還不知道 沒有 可以把左手伸起來 並不太好 好熱 左手伸在那邊 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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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沒有閃到你 有沒有閃到你 好欠喔 好啦 來馬上請這個子文老師來幫我們做一個 恐怖的心理測驗喔 我們就來測一下 我是個好欺負的人嗎 好 我們來看一下生活周遭 您到底是不是一個很好欺負的人喔 我們來看一下今天的題目就是 如果呢 你一個人住 那回到家的時候 發現家裡的燈光是亮著的 那麼你第一個想法是什麼 我們有四個選項喔 A的選項是 可能是我出門前忘了關 那B的選項是 誰回來了 C的選項是 會不會有小偷 那D的選項是 一定有人來過 你第一個直覺的反應 會是這四個反應當中的哪一個 直覺來選 好 佩儀 B 誰回來了 嗯 好 愛惟哥 我也是B啊 嗯 我也是選B 喔 好 一定有人來過吧 喔 美玲老師 我忘了關了 兩位呢 我選B 好 剩下的 會不會有小偷來 C 好 C 好 會不會有小偷 好 好 這個是呢 我們在測喔 遇到緊急為難的事情的時候 你到底會用什麼樣的 情緒來做反應喔 也許這個人跟你是 平背的同等能量喔 他也是很強勢 你也是很強勢 我們來看一下 容不容易被欺負喔 好 選擇A的由美玲老師 可能是我忘了這個關 好 到底是 不欺負別人 也不許別人欺負喔 你不會占人家便宜 你也不喜歡欺負別人 也不喜歡占人家便宜 但是你也不容許別人 就是欺騙你 或是欺負你喔 如果呢 你發現有人欺負你的話 你會生氣 甚至於欺負到你旁邊的人 你也會站出來 好像伸張正義一樣 因為你們是非常有正義感的 不容許有人欺負你 或者是身邊的人 因為你覺得是就是 對就對 那錯就錯 我就會承認 但你不要假借我做錯事情 來欺負我 嗯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選擇 B的選項 有艾瑋 還有佩儀 還有靖淳姐喔 到底你們容易不容易被欺負呢 超好商量 心柔軟 不敢吭聲忍受苦喔 是 這個其實是最內在的 譬如說 如果你遇到很生氣的事情 但是對方如果是用 哀兵政策來對付你的話 你馬上一定心軟 因為你遇到兇的 你會很兇 但是遇到就是 來給你軟的那一套的人 你根本就耳根子軟 你會承受不住 你就想啊算了 看他可憐好吧 那就算了 所以呢如果你遇到 比你軟弱的人 你通常都是會忍受的 或者是你覺得這個人做這個事情 是有苦衷的 剛開始一個欺人 想要出來罵人的時候 還是會吞下去的 所以他們的忍耐指數 還是算高的喔 滿準的 好那我們來看一下 選擇C的 會不會有小偷 到底我是一個好欺負的人嗎 誰敢欺負你 跟老天借膽 真的耶 這個手不能被欺負的 你如果欺負他 他現在當下不會給你任何的反應 他會自己在背後呢 密謀該怎麼樣反撲跟反擊 而且他如果要傷害你的話 不會明目張膽的讓你受到傷害 那不叫很煎炸 那叫很圓融好不好 可以十年握心腸膽 就為了抱一見之蛇 他們是很有頭腦的 就是說 我不要跟你硬碰硬 因為硬碰硬 當下旁邊的人在看 會認為是我強勢 我欺負人 所以他會想尋求別的方法 等到有一天再來就是回報 或是反擊喔 人家說君子報仇三年不晚 小人報仇一天到晚 所以呢 他寧願找回君子的方式這樣 真的 所以我們可以等十年之後 然後才每天播靈異電話 我現在覺得 我可能十幾年前得罪你了 你把那個電話號碼 是你給公布出來 這不是我們私底下的兩天 你現在把他公布出來 你現在傳了這麼多年 今天是愛美大哥 首次第一次自己承認 可是從來沒有問過我 你是第一個問我 我只講完這個故事 問說你是不是那個主角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 選擇第一選項的維恩老師 還有觀眾朋友們 到底是好欺負的人嗎 楚楚可憐假面虎 發威起來嚇跑人 表面上是非常楚楚可憐 而且非常好相處的喔 你要什麼事情 他都覺得他可以忍受 可是呢 你千萬不要踩到他的痛處 不然的話 他可是會像老虎發威一樣反擊的 不過我們問到愛美哥 你們一直都演男主角男一號 我看你們這幾位大概是 一出道就是男主角 男角 是吧 我們是華視訓練班畢業的 維根是華視的 我們剛剛開始演戲的時候 就演衛兵啊 你有演衛兵嗎 我當然演過衛兵了 可是我印象就是男主角 我演過 老爺 何篤霖、何公子來看你了 我演過這種角色 真的假的 真的啊 我都有演過啊 什麼戲啊 怎麼可能 太多了 那從 就是說 當你很興奮的拿到就是 真的上鏡頭 有一句台詞 有拍到你 那時候你有沒有很興奮 沒有啦 要全身發抖啊 一句話都要全身發抖啊 當然了 尤其是那時候都是帶棚內的啊 比較後面的 你得躲到後面的攝影板啊 對 要記得說 老爺說完什麼話之後 我要進去 對… 老爺 何公子、何篤霖公子 前來拜見 那個時候在前面 一人在開戲就想 在那邊默想 老爺 何公子、何篤霖霖公子 前來拜見 你不是從來不背劇本的嗎 老爺 剛剛進來嘛 就是很緊張啊 一直在默念這一句話 你不過就十幾個站 一直在默念 手心在冒開 然後等到聽到說話 老爺就說 我要怎麼進去 蛤蛤蛤蛤蛤蛤就走進去 我跟你講,全身都發抖啊 你說你演那種林演的時候 那男主角是誰啊 那時候 在你們前面有誰 男主角是陸一龍啊 當年很帥 陸一龍啊,楊哲宗啊 那些都是男主角啊 後來大概 都一直演男主角 後來開始 第一次演爸爸的劇本的時候 心裡的調適 其實第一次演爸爸 跟我沒有感覺 因為覺得難得演個爸爸 就演吧 可是你會發現呢 當你演第一次演爸爸的時候呢 這個本來是十部戲 裡面只有一部戲 找你演爸爸 一年啦,比方一年你拍十部戲 可能只有一部找你演爸爸 第二年呢 可能十部戲呢 就有三部找你演爸爸 不得了 第三年呢,你會感覺 怎麼有超過一半找你演爸爸 那個時候已經是不歸路了 就永遠慢慢變成 最後是變成爸爸專業戶 那你是演誰的爸爸 第一次你不會感覺 你根本不痛不癢 可是你隔一年你會發現多了 突然間找你演十個劇本 有三個以上找你演爸爸 再隔一年就五個 再隔一年就七個 再隔一年就不是男主角了 可是對於你 你自己的心情 心境上面 是要有去調適些什麼嗎 我倒還好 所以很多人 包括男演員、女演員 他們都不願演爸爸媽媽 為什麼 他大概比我們聰明 他就一旦演到爸爸媽媽 就是要不歸路了 所以他們有人是堅持不演大法 他不演媽媽 現在還在演 你看馬警到時候 從來不演爸爸 所以他現在還是男主角 到現在嗎 他現在還是男主角 到大陸他還是男主角 像我有一次那個誰 我上那個女人 女郎俱樂部 我就這樣想說 我覺得野媽媽很恐怖 我說像我們這個年紀 叫野媽媽 他說那個誰啊 那個苗可莉說 我都在野媽媽 崔姐你都已經這麼大了 你還在乎演不演媽媽 就是那種沒有辦法突破 我會覺得當媽媽 不要說 不要加洪恩 才跟我差幾歲 就叫我媽 阿嬤啊 我會覺得好奇怪的感覺 子芸那他 你自己呢 徐坦他戲也不多啊 他演演爸爸的 我看過 對... 賀君小的他爸爸 對 賀君小的他爸爸 有點離譜我是覺得 我跟你講 我說我真的生氣耶 真的假的 不是 我跟著子芸製作 我真的 我們那麼多年 我說你 你為什麼要來找我演爸爸 你為什麼打這個電話 我覺得你很沒禮貌 當然先打給艾瑋哥 艾瑋哥不演才打給你 來 美麗老師 我們就來看下週 哪一些人的這個工作運 他會特別的旺 哪些姓名筆劃 我們看看下週哪些姓名筆劃 的工作運特別旺 我們先來看天閣的地方 天閣的地方就是說 你在下週如果有什麼想法的話 可以在下週去執行的 然後這個在事業上 它可以擴充的 天閣就是你的姓家一 對 因為我們的天閣 也代表我們的思想 也代表我們的公司的組織 其實公司的組織 如果是老闆的話 公司組織一定要看天閣 所以我們來看 當你的天閣有九話 十二話 三話的人 像姓丁的話就是三話 對 艾瑋也是 是 對 像有這個的話 這代表就是說 你下週你的智慧 因為我們天閣明亮的時候 那也代表我們的智慧功 你的智慧功明亮的時候 你會特別有想法 你也會有想說 我明年我要怎麼樣去擴充 在這個時候 你可以去思考一下 我明年我再來 或是我未來 我該怎麼做 你去想好之後 它自然就會有一個擴充的點出來 你以後你的工作運呢 就會越來越順利 這個 因為我們天閣代表 我們的思想也代表公司的組織 再來我們看